以点线作为创作基础的八库点点创作家蔡慕成 18号下午在文创园区举行新书发表会 书本中集结了他这几年来所创作的八库点点作品 让读者更能够认识他在创作当中的孤单 在黑夜当中可以感受是谁与你对话 长期以来都是以点跟线来表现创作题材的八库点点 作者蔡慕成 18号下午在文创园区举行新书发表会 从2017年开始进行创作 所有的作品都收录在这一本 《听夜在说话》的新书当中 从新书当中可以了解到他的孤单与作品的关联性 孤单的感受伴随着他一路创作下来的历程 主要里面就是有八库点点就是我的创作的人物 然后也有我的诗文 那里面最多的是我对于生活的挣扎 以及渴望明亮的一个期待 因为里面很真实的记录我对于痛苦啊或不安或是期待的这个文字在里面 所以其实很希望可以带给读者一个观感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很认真很努力的在活着 然后也希望这样子让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作画写日记记录生命的感悟 画画对他来说就像是呼吸如此的自然 如此的自然必要 这也是他对于生 这也是他对于活下去的动力 原来曾经历经地潮 艺术是他度过无数个黑夜的首 就是在这一段画日记的岁月里 让巴库点点也进入到他的画作当中 记者凌杰花铃市采访报道 没什么生命不能让开 没什么生命不能让开